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谈地毁韩式 所谓地毁就是在韩式当中呼叫自己 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 韩式在呼叫的时候 它本身会先被放置到一个所谓的堆叠当中 然后等到这个程式执行完毕之后 然后它再从这个堆叠当中取出以前被置入的韩式 继续执行 那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不是很明白 不过没有关系 以后慢慢就会了解 那在这边堆叠就是 它是一种先进后出的一个资料结构 就是好像你把在堆这个书本 你把它放到一个箱子里面 然后先放进去的这个书 最后才会被拿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向成把这个叠子堆成一叠 然后先被叠在底下的 先进的东西会被叠在底下 那后面的东西会被叠到上面 那你才开始在拿的时候呢 会从上面开始拿 所以这叫先进后出 先进后出 好 那怎么应用这个堆叠程式 这种递回的概念来解我们的程式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看 就是说这是一个菲波那西数列 OK 然后它的Dn向是Dn加2向是Dn加1向跟Dn向的核 OK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写了一个这样的程式 这个程式呢 这个程式呢 它是 呃 它是 呃 它是名称叫做Fib 那传入一个N 这个N呢 是我们的像素 OK 然后当它第一项跟第二 当N等于1或2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return这个1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就return什么 我们就return呢 呃 Dn-1向跟Dn-2向的相加 然后 这个Fib呢 就是呼叫自己 呼叫这个自己 OK 那你看到 这种Fib 呼叫Fib 就自己呼叫本 自己本身呢 这就是 递回 就是递回 OK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呢 是要执行Fib 那因为这个5呢 它不是1跟2 所以它就会去做 这个Fib4跟Fib3 OK 它就会去做这两个的相加 然后呢 这个Fib4呢 它就会去做Fib3跟Fib2 然后这个Fib3呢 会去做Fib2跟Fib1 好 那这个3 因为又不是1跟2 所以它会继续再做Fib1跟Fib2 好 等到你检查 它是1或2 1或2的话 我们都会return是1嘛 OK return是1 然后你把它加起来之后呢 就 你就会得到Fib3是2 然后这边的Fib2本身就是1 因为1或2都会return1嘛 好 然后这边的Fib2跟Fib1呢 也是1 好 所以这边得到的是3 这边得到的是2 好 这两个都有的时候把它加起来 就会得到5 所以呢 基本上地毁的话呢 它会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如果它条件不成立的话 不是1或2的话 它就去互交这两个 那这两个的话因为不是2跟1 所以它会继续互交 好 直到呢 它有东西开始return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把它加起来 好 这个地毁本身有中止条件 那在这个例子就是n等于1或等于2的时候 它会中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式子 好 这个地方 好 这个Fib呢 就是我们的费果纳西数列 然后 它第一项或第二项 n等于1或n等于2的时候 我们就return它是1 然后呢 这个如果不是1或2的话呢 我们就是去return这个n-1 跟n-2 就是它前两项的相加 OK 那这就是一个地毁的概念 那我们在这边呼叫它 在这边呼叫它 好 那除了这一个我们之前讲的费果纳西数列 可以用地毁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用地毁呢 OK 这个最大公寓数我们也是可以用地毁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比方说我们这个是51跟30 51 跟30 OK 好 然后呢 取这个所谓的这个 它的余数 是21 然后把这个b呢 送到a 好 然后这个 a mode b 好 送到b这边来 然后再用这两个去除它 好 得到9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把21 送到a 9送到b 好 然后取余数是3 然后9送到3 b送到a b送到a是9 然后这个temp送到b是3 然后0 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算51跟30的这个所谓的最大公寓数的话 其实跟什么算30跟21是一样的 然后算21跟9 然后它会等于9跟3的最大公寓数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两个已经呈现倍数关系了嘛 好 那就可以知道说这个b本身是一个它的最大公寓数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递毁呢 它的中指条件是什么 是 a 是b的倍数的时候 就是a mode b 最大的 去mode最小的时候 它等于 那么递毁条件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设一开始是51跟30 然后呢 事实上这里变30、21 那么30、21就是什么样 把a的地方换成b 然后b的地方变成a mode b 每一个都这样子 都是把最小的去取代到最大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用这个 a mode b呢 来取代那个最小值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就是我们这个gcd呢 就会 就会变成说 当a 这个mode b等于0的时候 这个就中指了嘛 中指我们就return 这个b 就是这个最小值的这个b 然后else呢 就return什么 return这个b OK 本来是ab进来嘛 然后就return这个b 还有它的a mode b 那 那这边的话你就不用再设计 设一个temp 好 就是直接去存b 跟a mode b 然后它呼叫自己的时候 它就会把b 传进来 好 传进来 OK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example2-2 26-2 26-2 好 做一个键字 然后去执行它 11跟30 好 那是最后就得到3 OK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可以做一个 这一个 增错 好 把51 跟30 进来 好 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a 还有b 好 这时候呢 你按f11就跳进来了 好 f11进来之后呢 你看这个a跟b呢 我现在是51跟30 好 51跟30的话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 它就会return这个东西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不要按f10 好 你按f11 那它就会再跳进去 好 你按f11跳进去的时候呢 好 有没有看到 这里已经变30跟21 好 因为刚刚呢 这个b是30 a mode b呢 是21 好 你就把它传过来 所以 a跟b就变成30跟21 好 30跟21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 它就到这边来 好 各位看一下 这边我们把a mode b 也算一下 好 a mode b是9 所以这时候呢 这里是21 然后这里是9 所以你按 在这里的话 你不要按f10 再按f11 再跳进来的时候 它又呼叫自己 呼叫自己呢 它是不是就变成21跟9 OK 21跟9 好 然后再继续进来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9 这个地方21mode的9 就是变成3 好 这里是3 所以9跟3 好 就按f11进来 好 它是变成9跟3 好 9跟3进来的时候呢 各位 就会可以发现说 OK 它就是return什么 return b 好 return b 就是return3了 好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又是return3 好 然后你看 你按f10的话 它就不断的return回去 好 不断的return回去 好 最后呢 这个result呢 其实就是把3 return出来 OK 因为它没有加嘛 所以 最后就把3return出来 然后再把它移出来 OK 好 这就是递回 所以 基本上呢 递回 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 它有一个中指条件 有一个递回条件 OK 那其实呢 在 刚刚这一个 菲波那希数列的时候呢 它的 中指条件是什么 就是 n等1或n等2 的时候 它会把1串出来 然后它的递回条件就是什么 是 dn-1项 加上dn-2项 OK 好 那利用这种递回的观念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来 解决一些 啊 我们要做的这个 一些 啊 功能 好 这个韩式的目的 一些题目